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中士文化局举办2018台笔画妈祖水彩征舰比赛,有104件作品脱颖而出,今天在屯局艺文中心大厅举办颁奖典礼,并自今日起至9月9日在屯局艺文中心展出,展示前三名极佳作作品,作品展开作者眼中的妈祖,有人展现信徒对妈祖前程, 还有人画创业妈祖画,展出的作品非常多元,文化局局长王志诚今天出席颁奖,他表示,2018彩笔画妈祖水彩比赛共计收到1018件作品,作品均具相当水准,竞争激烈,各组都历经好几轮厮杀后才产生第一名文化局举办的彩笔画妈祖水彩比赛今年已是第五年, 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参加,有小朋友从国小比赛的国中,而且画风随住年龄的成长也有所不同,比赛共分大专分校及社会组,高中职组,国中组,国中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组等六组,除了前三名, 还有佳作,前三名有奖金,佳作虽无奖金,但是会赠送相当特别的酒瓶雨伞 大专社会组第一名由彭建豪夺得,作品掌合时,成吉求以信徒的视角,双手合时的膜拜姿势,向妈祖祈求身体安康的心愿, 主要想表达台湾人民在信仰上的虔诚,以及妈祖信仰带给常民的希望与光明, 高中组第一名得主是台中医中美术班一年级的连辰,作品傲,镇头神将在烟灰炮足及迷离的色彩中, 衬托出神将威武无惧的神情,十分传神, 国小中年级组第一名中华国小四年级林云香,作品为《妈祖初旋》,云香的阿公阿摩住在大甲镇蓝宫附近, 从小就看住妈祖初旋长大,因此要画妈祖脑海自然出现大甲妈祖初旋, 他表示,从以前就想钻较底,但人数实在太多,至今还未钻过,因此作品就画出钻较底的画面。